聖夢全棋一班參賽者剛剛完成畢業演唱會 在聖夢決賽奪得專業評選大獎、觀眾熱選大獎 和總冠軍全棋新星成為三鳥冠軍的嚴明禧Gigi 在台上大賽唱功和實力 Gigi早前受訪的時候 對於自己橫鬍大獎 竟然說覺得沒什麼特別感覺 其實也沒什麼太大的感覺 其實最大的感覺就是當日獲獎的 覺得很興奮和很神奇 但是其實李先生也說過 其實獲冠軍只是一晚的事情 其實到第二天就 可能最多有人跟你說恭喜 或者繼續加油 其實也沒什麼感覺 所以到現在我覺得其實沒什麼感覺 拿了是一種榮譽 但是不會覺得自己很厲害 而在比賽期間 一班聖夢參賽者已經極受歡迎 被譽為人氣王的Gigi 更加可以有商演活動穩真銀 十六歲女已經有賺錢能力 Gigi就很會想 只是想用來幫助家人 我覺得有賺錢的能力 是可以幫家人分擔一些負擔 我希望最多可以幫到他們 然後把錢儲起來 嗯 問到儲錢有什麼目標 買樓是我最大的目標 但是慢慢儲起來 看看到時已比不時之需 問到現在賺了多少位數 Gigi就說不知道 還開玩笑地說應該不夠六位數 而當問到辛苦工作 會買什麼來獎勵自己 沒有 但是通常的錢都是拿去吃東西 有時候肚子餓就吃 什麼都喜歡吃 其實我是看當日的口味是怎樣 可能當日是 唉呀 很想吃酸的東西 那我就去吃酸的東西 現在有170cm高 大概51kg重的她 就希望能夠維持幫助 但是真高去到175cm 因為除了想做歌手 亦都想做model 對於粉絲團 G炎粉一直落力支持 Gigi就非常感動 其實真的要很感謝他們 有時候可能參加一些戶外活動 他們真的會 不管天氣 都會過來去支持你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是很感動 不是說在金錢上付出 就是對我的支持 還有他們一些心意 有時候他們會送禮物給你 然後一出去 很多粉絲在外面等 就是他們捧著一個很重的蛋糕 在這裡等我 還有那時候還要下雨 OK 那這樣 真的覺得 心是有些 溫暖 溫暖 然後有時候我會收到很多牌 那我現在都 即是卡片 不是卡片 即是卡牌 我現在都 存在一個盒子裡 有空就會拿出來看 雖然人氣高 但同樣又不少負面聲音 不過 年紀少少少的Gigi 抗壓能力極高 終仰言自己百度不侵 看完一些可能 比較負面的平原之後 我是 忘記了 但是當時 那一刻 會覺得很不開心很不開心 我是記得有這些情況 但是我是 可能到第二天 或者去完廁所 我又不記得 為什麼 我覺得我百毒不侵 因為你是外精 但是如果真的說 有外形 或者歌藝 那些 真的要我選一個 可能就是 歌藝 因為 畢竟歌藝我真的 練了有一段時間 感到那天發揮得不好 或者怎樣 其實我也會接受 一定會有人比我漂亮 或者怎樣 所以我覺得 嗯 最好做好自己 最擅長的那樣東西 就是最重要的 完成了人生第一個演唱會之後 對於即將演出 人生第一個電視劇 《青春本我》 Gigi就說既興奮又緊張 因為始終都沒有做過戲 但我之前有做過一些舞台劇 當時都是好像十三歲 然後自己又是做那些很害羞的角色 這樣 但是我真的看以前那些演技 我真的 真的不行 但是現在應該就是這樣 想啊 有機會我都會 逼自己多看一些戲 至於哪一類戲最難演 情緒大爆發 嗯 因為我自己情緒 你說我很高昂的時候 我會這樣 但是我也是很難的 超級難 所以有些 比如要 勁哭 或者揭司底 你應付得到嗎 對 但是我都可以去學 由於這次劇集會集合15名參賽者演出 Gigi就認為劇集難免有感情戲 問到想跟哪個男參賽者演對手戲 是自己啦 假裝男人 這麼有創意的答案當然不收貨 如果一定要選一個參賽者呢 Felix 因為他比較搞笑 可能會帶動整套劇的氣氛 趕到暑假之後 要升Felix 既要兼顧學業 又要發展演藝工作 原來Gigi都有想過 暫時放棄學業 不過 很快已經打消念頭 有想過 但是我覺得 始終現在我也是一個學生 所以我都想 做回學生的責任 學東西 還有增加一些自己的內涵 因為 其實 兩邊 都覺得要平衡 不可以一味 可能就是只唱歌 始終都要學多些東西 令自己增加一些經驗 或者內涵 不過他都承認參賽期間 的確又影響到學業成績 或有比賽員追回學業上的進度 不過他就自爆參賽 反而有助溫習 還搞笑的 乘機招務第二屆聖蒙參賽者 平時如果沒有參加這些比賽 我自己溫習就會 可以了 可以了 然後 但是你參加了這個比賽 不行 我不可以因為參加這個比賽 而被人覺得我扭下了學業 那你就自然好像會溫 溫得多一點 然後特地要記入路 特地要記入路的樣子 捉緊一點時間 原來幫到溫習 所以大家快點來參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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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